冰島同志女總理結婚 67 歲的冰島總理西于爾紮多帝 去年2月上任時,已經公開承認是同性戀者 和一個相戀多年的女友,作家兼記者來自多帝 冰島議會今月通過《同性婚姻法》 是全球第九個准許同性婚姻的國家 法例前日生效,西于爾紮多帝就率先登記結婚 成為全球首個擁有合法同性婚姻的領袖 這位敢作敢為的女同志在冰島商學院畢業 做過凶者9年,嫁給一個銀行家,生了兩個兒子 後來婚姻失敗 國際關注冰島出了一個同志總理 但冰島人就覺得不是什麼大件事 因為他們相當開明,一向包容同性戀